在喜马拉雅山有一个老修行者 很有智慧 每一个人跟他寝室问题 他都能够给他一个非常圆满的答案 有一个年轻人就不服气了 出一个难题 手上握了一只小鸟 就请问这个老和尚 他说请问这个老和尚 这只鸟是死的还是活的 因为你说它是活的 我用食指一掐它就死掉 你说它是死的 我一打开 这个鸟就展翅飞翔 所以你怎么打都不对 你说它是死的还是活的 这只鸟握在我手上 请你回答 它是死的还是活的 这老和尚就说 这只鸟 生死在你一念之间 你要它活它就活嘛 要死就死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 一切法的生 一切法的消灭 其实就是我们一念之间 就是说 整个地水佛风 其实整个身心世界 就是我们一念心创造出来 我们这样子讲比较现实一点 就是说 一念的妄动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但是从现实的角度 你不能让你的心不动 我做不到 因为你已经动 这个刹车刹不住 所以你看小色人就是 你要动 我就把你断掉 其实这不是很好的方法 大圣佛法就是说 好 你要动 那我们疏导 我们影子逃到 往好的地方动 义佛练佛 布施持戒 所以 大圣佛法在对这个妄动的思想是 转世成事 我们没办法让这个无始的妄动停下来 这个诸位要知道 你听不掉 你说我要一压的 所以你看有些人在禅宗打坐的时候 坐到最后吐血 强压他 我们已经动得无量节了 动得这样久了 你压得住啊 你的修行短短几十年 他动得无量的生命 所以我们离可顿路啊 是要坚修 他这个是一个强大的势力 我们只能够引导他 不能叫他不要动 不可能 做不到 所以 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 这个一动 就产生了世界 产生了众生 那没关系 那我们引导他往好的地方动 往 念佛的地方动 往善良的方向动 那么我们就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 我们其实真正大乘佛法不叫断烦恼 不能这样讲 叫转烦恼 为什么叫转烦恼 因为无名实性及佛性 幻化空生及法生 烦恼本性是弥真起望 它是真实的 迷惑了变成烦恼 所以我们大书佛法不讲断烦恼 讲断烦恼 那是小生的讲断烦恼 我们是一个转 把这个链头 转到另外一个方向去 我们转到我们一个 自立它的一个理想目标去 转到往生净土的方向去 是一种疏导的方式 不是断灭的方式 是一种疏导的方向去